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有独特的美 老天爷给了礼物 天然形成的纹理 造就自然界最美艺术品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横列的 是一般的牌法 那我们的直列式来讲 它又有一个不同的意境 像这一片水晶 我们常跟客人说 它如果做这样 它就是一个V字形 那它如果再跟它反过来 对 它是两片拼接起来 它如果是反过来的 它就一个三形 那这代表你是一个有靠山的 激动的介绍眼前食材 把食材展间打造成博物馆的就是它 陈伯坤 人称食材狩猎王 它好像是一个流动的画作 在九百坪的珍藏里头 除了有像博物馆的陈列 仔细看 每片食材都有着专属名称 赋予食材独一无二的价值 我们曾经遇过的就是 像我们这么大 他找了一块这样子的产品 的样品来选用食材 你有帮他找到吗 有 那是一个很淡绿色的产品 作为食材狩猎达人 还常常得要应付客人 千奇百怪的要求 却没有一次被烤倒 也正因为如此 让它的食材售价 可以卖到别人的50倍以上 这一片我们128万的售价一片 我们在外面建材市场所看到的 以同大小来说 对 可能大概两三万 他会运用在梯梯 对 想做独门生意可不容易 为了亲自挑石头 每一回都要经历生死关头 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坐了三十八小时 你知道想象吗 睡了再睡 我们的洗手间 有被写一个有炸弹 就是因为这三个字 有炸弹 所以我们就迫降到一个机场 半夜躺着睡觉 其实真的被那个 蹦蹦蹦蹦 那个晃着起来的时候 我那次经验真的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每一次带回来的产品 作为豪宅客户指定商 他悟出的大道理 其实是食材猎人 人生下半场才开始的篇章 我第一个工作就房仲 对 那房仲做了大概一年多两年 就觉得好像很不错 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好朋友 就一起来做了 就买了一块地 想要自己盖房子 就纠纷开始嘛 所以当初投入的钱 也被捂走了 也没拿到 所以那个时候负债大概三百万 三十五年前 三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中部可以买下一栋透天错 虽然当时年轻 但积攒的一桶金 就这样没了 是不小的打击 后来在这个负债的过程下 其实也是满失忆的嘛 所以就有 大概有一年多是没有工作的 他要扩编中南部 他就找说那你就来食材界工作好了 隔了十年 一九九七年 意外跨入食材业 对天生业务个性的他如鱼得水 我以前出门在中南部 尤其南部那个就是 就是大家都很团结 只要这个业务来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晚上还吃饭这样子 在食材界打滚八年之后 2005年决定自己创业 没想到2008年碰上金融海啸 工程几乎全停摆 库存堆积如山 加上周转布林 只好抛售三千万的食材填补缺口 也让他决心改变 营运模式 到了意大利去看展览的时候 就觉得意大利食材很棒很棒 可是看到了 好像我们开始我们就发现了 其实在南美巴西某个地方的食材 是很漂亮的 这个是我坐了三十八小时的飞机 到巴西去把它带回家的 在台湾的食材商 主要是透过贸易商进货 利润低还有库存风险 他挑战改变贸易模式 自己当大盘 亲自飞去 巴西挑货 我们到国外去 第一个你要挑原始 第一个要先学会洗石头 一两千公尺 那个水就真的是小小的水 要洗很久 但是你要洗干净才看出来 对 我们洗干净才知道它的纹理 人间遇过就是洗一天的石头 亲眼看到石头的原貌 更透过自己的手去感觉纹理 随着海籍败低价竞争的大陆买主 和全欧洲最大的厂商做交易 拿到A级食材 这个叫黑五四 那这个换的里面的成分来讲 这个巴西有个地方叫做巴亦 它是专门传着这种蓝色的 正因为每片食材都有独特履历 营运策略主攻少量多样的精品食材 店里头有三百种食材 单价提高 库存大幅减少 货款却是以前的两倍 我们客人就很喜欢这样的颜色性 可是我常跟客人讲 我们不可能整片都是这个颜色 所以它食材就是有很多的 不完美而成就了它一个的完美 除了有太太一路相随 现在儿女也都加入公司 尽管食材业竞争激烈 陈博坤不断地摸索自己的路 就向他赋予食材独特意义 用如同石头的坚固意志 打造出年收上益的食材王国